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听说黑子还有这个失眠经历 是这部还是上一部呀 就娘道 娘道 就娘道 睡不着了 不是 这是我自己挖的坑 自己掉下去了 那个郭导给娜娜写戏的时候 给芝刚写戏的时候 都是一页纸一页纸的台词 我很少 我就感觉没过瘾 我娘道给我写两场大词呗 我一看剧本很爽 两场一页纸的大词 开心了 半文言的 提前半个月我就把词练熟了 第二天要拍的时候 我想太激动了你知道吧 刀词从头到尾 要倒下了一页纸 是多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说睡不着了 睡不着别人就告诉我 你吃一片安定 我听这个 吃完安定以后睡得很舒服 第二天吵了以后 还兴奋 还兴奋 这场戏必须演好 我那哥们又跟我说 你必须得控制这场戏 节奏的控制 我说再吃一片就好了 早上起我又吃一片 到现场以后就 那脸就不对了 我一照镜子脸色就不对了 然后跟那姐一对戏 那姐没看出刚才没看出来我嘛 但是一搭词的 一到我说词的时候 那姐眼泪都下来了 黑子你在干什么 其实我也在哭 哭但是也是游离的 我导演导演看出来 想不起来说什么 想不起来说什么了 晚上我跟导演一说 导演说 回去睡觉下午再拍你 我又睡了一觉 没吃药我就回来了 你应该吃个解药再回来 激动的 怕情绪过于激动 然后用安定人来制止这种激动 姐我时间给定那了 其实我挺感动的 因为作为一个导演 就是每个演员对你的角色 会认真到 可以让自己兴奋的成这种程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魅力 这也是你团队的一个魅力 所以说看国导的戏 真的是特别过瘾 非常高兴 今天这个黑子能来 因为在整个这部戏中 它也算一条线穿了下来 特别重要的 对对 而且还讲了很多生活中小事 咱们喝张影吧 好好好 来来来 来 一 二 三 谢谢黑子 谢谢 黑子来来来 我终于知道了 你还是我晚辈 是也不是 太坏了 再见 再见